画面中往脸上一顿擦粉的大姐 由于这辈子没生过孩子 皮肤看起来像少女一般吹痰可破 其实人家已经51岁了 上次因为和节目组男嘉宾谈条件没谈冷 导致相亲黄了 但节目已经播出 关大姐很快就成为了 众多男嘉宾心中的女神 都给节目组播电话 要求安排相亲 很快红娘通过申选条件之后 匹配上了55岁的刘永贵 看到你们的节目 我相中的一个人 郭林 刘大哥住魂春 关大姐住长春 此次相亲是女方乘坐高铁赶往南方这边 双方见面后简单寒旋几句 此时刘大哥便开始她的骚骚坐 她的一句话直接把红娘给整吻了 刘永贵 刘大哥 咱们住车还是 继续在这聊一聊 在这聊好吗 走吧咱们住车吧 你走吧 好家伙 这真是抠门抠到家了 人家大姐不远万里来找你相亲 你连个打出租的钱都舍不得出 不过话说回来 刘大哥见到新衣的女神 那是格外兴奋 走在去坐车的路上 眼珠子没有一秒 从大姐身上一开过 不过大姐对刘大哥的第一印象 评价确实不咋低 不过这些话并没有打击到刘大哥 走了半个钟头 终于坐上了出租车 刘大哥看见大姐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便主动提出接下来的午饭由自己来坐东 让出租司机拉着去浑春最大的酒店 敢巧的是 车子恰好路过刘大哥的住处 便提议先来家里参观一番 原本大哥想领着大姐先提前认认门 没想到这个举动确实弄巧成多 直接让大姐对她的印象拉到最低 家里这喪恶差的环境 你心里是真没点B数啊 真敢往家里领 大姐看着满墙的数字 开始感到好奇 大哥赶忙解释平日里不焉不酒 唯一的小爱好就是研究彩票 别看她只是挤穿小小的数字 指不定哪天就能成为财富的密码 红娘率先开头发问 那咱们中国吗 这个咋说呢 小的肯定是中国 这玩意都是有一种一 是保密 这都不熬一书 那肯定是中国 都不熬一书 你就直白点告诉大家 到底中没中国大奖 为了挽回自己 在大姐心目中的形象 大哥赶忙提议 立即前往浑村最大的馆子 掏钱请客吃饭 紧接着大哥的抠门禁开始饭了 点击下方合集 观看全集 你这俩哭哭全往外扬 你家银行啊 口太口了 就从她那个点菜 我就看出了 她就点三个两个 那你说这么多人 51岁漂亮大姐 一辈子没生过孩子 心急大哥来相亲 表示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美人 配子给拿下 前脚说要请大姐 去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吃饭 后脚就带着她 来到了一家街头菜馆 刚一坐下 大哥这一身的抠门禁便上来了 啥才去便宜她就点啥 追鱼 来两个 来四个吧 来四个 一个锅 锅咱们家有赠送 赠送的小鱼锅 多搁点豆腐里 行可以 没问题 大哥你还真是烂你服务上墙啊 你都不顺口问问 人家女方想吃啥 有没有啥几口的 你就劈里啪啦点一桌素菜 此时一旁的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口太口了 就从她那个点菜 我就看出了 她就点三个两个 那你说这么多人啊 如果要是我点的话 三十二十千这么要 吃不了咱剩下 是吧 比较客人心里舒服 你不应该把菜单给大姐瞅容 让大姐吃啥 不是 你看 喜欢吃啥来点点呗 别管我说 大哥担心大姐专挑爆海参点 于是在把菜单寄给大姐之前 还不忘温馨提醒一下 不够完一会儿再少上 这不能上一下上那么多 先吃先烤 你烤下这隔点都干了 我给你们烤 你们去吃吧 他今天说来两个针鱼是吧 对对对 不过你这理由多少有点牵强 真是大衣柜不安把授 抠门啊 大姐满脸写的嫌弃 你难道看不到吗 好不容易把菜上洗了 大哥开始幻想起和大姐 今后的甜蜜生活 没想到大哥还是位哲学家 口吐唾沫说了一大堆 把一旁的大姐听得是云里雾里 你倒不如简单直白一点说 等你嫁和我之后 不能搁家里干躺的 你得出去活动活动 赚点钱来养家 不过这个大姐也是猴情猴情的 她故意将运动健康 扯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大哥听完之后便开始急眼了 单独把红娘拉到一旁开始吐槽 大姐这么多兴趣爱好花你一分钱了吗 刘大哥是不是有妄想症啊 你现在还不是人家大姐的丈夫 他把你给激动的 紧接着大哥继续用哲学的角度 给大姐上一课 大姐全程一句话都不想私生 看着眼前这个对自己指手又画脚的男人 大姐选择摊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说白了 刘大哥既想找个年轻漂亮的 又想找个能在外赚钱的 那你还是回家洗洗睡觉吧 两人相亲成功告吹 没几天的功夫 红娘又给大哥介绍了一个新的对象 下一期视频更有看点 点击下方合集观看全集 连菜都舍不得点的抠门刘大哥 与51岁漂亮大姐相亲失败 于是红娘火速无缝 衔接了一位新的女嘉宾 没成想两人见面刚开始相亲 刘大哥就直接叫停节目 给女嘉宾气得当场甩脸走人 天空一声巨响 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怪脾气的刘大哥 红娘看着满墙的数字开始疑惑 我尼玛这是完蝶战摩斯密码呢 刘大哥敢忙解释 这都是自己的财富密码 平日里喜欢研究彩票 自己指不定哪一天就能成为亿万富翁 中过最大的奖是 没中过没中过 那小奖就得中吧 没中过 谦虚了 没有意思说是不是 不不不 你看你的录像 这样有点不太好吧 我懂我懂我懂 那再刷手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既然大哥不愿意在屏幕前暴露身家 那还是来聊一聊他的则有要求吧 长得还是稍微大一点 就是对女方的经济挑战这方面咱们的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对女方的长相啊身高就是长相这方面 卖在挑战这块咱们有很高的要求 那说白了就咱呢 喜欢好看的呗 对 那必须 那必须 你要懂作为一名成功男士 谁的身边不想拥有一位美娇妻呢 收入可以少点 但必须得长相漂亮 哎呦我去 不行咱先撒泡尿上一照自己吧 按照刘大哥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女嘉宾张大姐 她听说要相信把自己给激动的一宿没睡 大姐说自己年轻那会只顾着赚钱 没有心思谈情说 没几年的功夫就赚了两套房产 二多岁就三两岁一天 赚几百房间就很轻松 那时候就挺实了 想都是满满的 回家一数钱老舒服了 不过每天面对空荡荡的房间 大姐也开始觉得生活倍感无趣 想找一个做伴的一起说说话谈谈心 大姐的择偶要求并不多 只想找一个满眼都是自己的男嘉宾 能真心踏踏实实地过日子的 就是说一样先喜欢我的那种 她不喜欢我就是光看条件没用 于是红娘便领的大姐 来到了抠门大哥家中 还没等双方自我介绍完命 大哥的老脸瞬间搭了了下来 直接表示要停录节目 虽然没说出个所以然 但百明了女嘉宾的颜值 不露她的法眼 气得大姐扭头就走了 留下一旁的红娘一脸盲圈 咋的了 不是不是不不不咋的了 你就先跟我说咋的了大哥 我跟妹妹相中拨的个好呀 差点你跟我说说 大哥你都没聊 就是大姐一进入门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不是大哥我就想问问 大姐应该大老远的 从长城到红尘到这 你都没给个机会了解一下 大姐人特别的好 不用了解不用了解 说句不爱听的 大哥你连最起码的尊重他人都做不到 你是来相亲的还是来结仇的 有啥想法可以私下和红娘商量 你这直接搏了人家女嘉宾的面子 请问你礼貌吗 最后一个镜头给到了张大姐 她表示红娘家在中间也不容易 于是便好好的请她和摄像大哥去下馆子 中途还不忘提了一句 大哥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有所欠妥 便追下楼邀请大姐共进午餐 大姐是个有格局的爽坏人 表示没多大点诗 平幕前的你对这个大哥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三姐平安区留言 本期搞笑相亲到此结束 大家散会 请不吝点赞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